自己做出来的番茄酱会比外面卖的好吃吗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羊羊 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用十斤番茄 看一下能做出多少番茄酱 番茄酱呢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吃 可以用来蘸着吃 还有做菜的时候 加一些番茄酱 都是非常的好吃 还有各种糖出来的美食 都会用到很多的番茄酱 用来增加菜品的酸甜度和色泽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以前在饭店上班的时候 用的番茄酱很便宜 十块钱就买这么大一桶 而且味道还很好 颜色也非常的鲜红 用这种番茄酱做出来的菜 颜色非常的好看 但是这种番茄酱不用想 里面肯定都是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甚至都可能用到烂的番茄 要不然不可能会卖这么便宜 长期食用的话 肯定对身体有一定的伤害 今天我们来自制番茄酱 一共27个 两块钱一斤 一共是20块钱 好 下面我们来开始制作 首先把这些买回来的番茄 给它清洗干净 现在洗干净后呢 把每一个番茄都给它改上十字花刀 这个番茄酱的做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番茄去一下皮 然后再把它榨成汁 最后呢 再把番茄汁里面的水分给它熬干 然后再加一些白糖或者冰糖 看上去非常的简单 现在把开水给它倒进去 烫了下之后 这个皮就可以很好的接下来 放到火汤去加热 放到火汤去加热 这个汤汁酸酸甜甜的超好喝 尝一口 太棒了 颜色越来越红了 现在已经熬了有半个小时了 加两大勺白糖 然后给它搅匀 让它继续好 现在已经明显浓稠了很多 这个时候番茄酱已经可以出锅了 我们把它倒出来 剩下这一些给它加上一些水淀粉 试一下会不会和外面卖的一样 现在来盛出一碗 等一下蘸薯条 锅里面剩下这些呢 等一下放凉了以后 装在那个干净的瓶子里 然后放冰箱保存就可以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薯条 准备一个土豆去皮 先把它切片 然后再切成长条 把它泡入清水中 加一点点的白醋 泡好的薯条 控干水分 我们给它撒上一层玉米淀粉 这样就行 大概六充油温下锅炸 它就算是一个由于 营充油温下锅炸 放入冰箱中 中适量的下锅炸 蘸着这个番茄酱呢 感觉就是味道有点偏甜 就这个浓稠度和那个包装的番茄酱 也差不了多少 吃起来的话也是酸酸甜甜的 挺好吃 不过这个是绝对的零添加 没有什么添加剂 好了最后这个番茄酱呢 还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 和肯德基里面包装的那种 基本上不相上下 挺好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最后感谢大家来观看 再见